今年永续环保意识上升 台湾传统纺织产业必须开始转型数位 并且更环保的生产模式 但是因为人才的欠缺而导致技术难以突破 透过于Epson的合作 我们成立了台湾首座的喷印创新研发中心 不仅仅只是将设备分享给纺织业 更是结合建材、装潢及不支部产业 解决目前业者在印花上的成本跟产量的问题 并且可以协助厂商申请辅助计划 在一业的合作上 特别是在不支部弊材的耐磨性、色彩再现性跟成本上 已经远超过传统生产模式 相信以后会有更多的一业伙伴 可以加入这个国际的团队 合作内容是借由纺织所 近年来的研发能量 研发中心进行技术合作 推动国际数位硬化市场 并与台湾市场为起点 持续扩大市场的沟通 深化与更多的研发单位的合作 目的是将台湾的技术 推广到全世界 Apson和纺织所我们拥有共同愿景 最重要的就是那四个字 就是以喷代胆 让我们一起致力协助纺织产业进行转型和升级 我们目标就是要打破技术跟成本的障碍 加速中小企业的硬燃厂智慧低碳的转型 让还在永续转型道路上排怀的业者得到最直接的帮助 我们会将完整的制程技术 移转给有益转型的企业主 结合了产官学研四方的跨界者 建构一个新的商业模式 在去年搭配经营部对中小企业补助案的加持 已经完成了维埃福棉新邦 总共有三家业者已经导入了数位转型 我们帮助了客户创造崭新的经营模式 实现台湾在地化高品质的生产 以及永续环保的经营理念 我们是中南部第一间设置 数位满板运化设备ML8000的公司 使用Epson的颜料型墨水 让我们印制在多元材质上也不会产生背水 秉持以喷代染 潮减少水资源的污染与浪费为目标 往后福棉能就近服务 中南部的纺织品相关客户 替中南部纺织发展尽一份心力 我们也知道人才培育是产业转型的根本之道 因此积极安排大专院校相关科系的师生参访 还有进行教学合作 目前参与院校共有五间 总共参与的师生将近700名 这么好的设备 我想可以让学生在理论与实物 做一个最直接的结合 学生做熟了以后 他会触类旁通 也可以熟人生巧 更可以跨语 将来不只用在红枝业 还可以用在汽车业 室内装潢 文创业或出版业 学生透过这么好的一个设备 有机会把它一般的作品 变为成品 变为商品 也有机会变为精品 当他有这些机会 我想除了创造他就业机会 也可能创造他创业机会 我们实际看完数位制成之后 跟传统艺朗的枪比呢 他省去了很多步骤 很快地完成布料后 就可以接续后面的工作 颜色也非常好看 可以应用于很多材质 新科技真的很有趣 Habson最大的优点就是 我们在台湾拥有自己的子公司 还有自己的维修团队 经由我们专业的工程师 提供转型咨询的服务 材料测试 设备保护的维修 还有市场行交的规划等等服务 提供特务最及时的团队 可以协助厂商进行在地化 饮料型的墨水 能够应用在液材质上 它可以省去蒸、洗、后处理流程 跟缩短它整个制程 未来纺织所将聚焦在预处理 跟创新墨水的研发 终极目标是让全世界 都能应用台湾开发的纺织解决方案